HELLO MY FRIEND 朋友你好,我是老桑。 今天我去了野藥湖参观, 大自然总能给我们带来新的奇事。 那老桑今天的收获是什么呢? 欢迎收看下面的视频。 我今天来参观北京宴庆的野藥湖水滴公园。 这里有很多鸟。 然后我发现了不同的鸟用不同的打猎或寻找食物的方法。 比如,猎鹰从非常高的位置会看到一切。 鸭都在水上,找到水里面的食物。 一些飞鸟,它们在树枝上就安安静静地等待合适的机会, 去抓它们想吃的东西。 这些也是我们解决问题的不同的比喻。 比如,我们有的时候必须从很高的一个位置看到一切, 全盘考虑。 但有的时候我们只能进入水, 在游泳中就学习游泳。 有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跟飞鸟一样, 安安静静地等待, 机会出现。 观察我们的周围的环境。 可以用不同的办法来解决不同的问题。 鸟可能会限制到它们的种类的办法, 但是我们可以用很多方法解决不同的问题。 这是我今天来到野药湖的新的体会, 希望能对你有所帮助。 相信今天的视频一定会对你有所启发, 让你的生活更美好。 谢谢收看老乡说。 给你启发,激励你上进,陪伴你坚持。 敬请期待下一集。